来 欢迎您来到李教练的驾训世界 给您开车上路的标系列 开车上路不比在驾训班训练场场内的学习 两者有很大差别 开车上路汽车在路上奔驰有一定的速度 而驾训学习场地一般都得用一档操作慢车行驶 开车上路当下路况随时得因应万变 而场内学习时并无旁人或车流干扰 所以在开车上路我用技能领会学习上 一次又一次的累积经验就显得非常关键 十分重要 开车上路乃是场内学习技能领会与基本技巧的延续 换挡稳定测试 就是为着日后开车上路做软身动作的前置准备 轻触油门踏盘的力道练习 避免因重彩而导致暴冲危机 当汽车在路上奔驰时 那就等于再强化训练手与脚的协调性能 还得握稳方向盘来掌控行驶方向 也免除因手脚协调不足而偏向导致插撞危机 油门踏盘不能一直的踩住不放 那样的话车速就会一直降不下来哦 记得这不是高速公路而是一般道路哦 还有当汽车于一般道路做行驶时 由于大多都是汽机车混合共道 所以方向盘中心除了对准前方车道三分一处 还得微微左靠前方的车道线行驶 目的是为控出右侧空间 与机车保持间距 以侧安全并让机车车流快速通过 前方向口准备右转了 方向灯拨起来了吗 摆头查看后方了吗 松开油门踏板 轻触刹车踏板了吗 当四板右前脚过了要弯入车道的中线后 方向盘右转一圈半 弯进来后右前脚过了车道中线了 方向盘回半圈 车直回正 当前方来车时 再往右小幅度转向 来与前车座交汇 请注意 这项子内的车道并无绘制标线 这不是单行道哦 因此方向盘中心就对准前方车道中线 汽车车体就会偏车道右侧 来又要准备又弯了 拨右方向灯 摆头查看后方 轻触刹车踏板 注意车速 当四板右前脚过了要弯入车道的中线后 方向盘右转一圈半 弯过来后右前脚过了车道中线了 方向盘回半圈 车直回正 当四板左前脚过了要弯入车道的中线后 方向盘左转一圈半 弯过来后左前脚过了车道中线了 回半圈 车直回正 踏踩油门踏板 要转弯了 轻触刹车踏板 这样在向道内转弯时 注意车速的feel就建立起来了 当要转弯了 拨方向灯 并摆头查看 横顾前方并横向车道左右两侧 注意车速 方向盘右转一圈半 弯过来后右前脚过了车道中线了 方向盘回半圈 车直回正 旋即再来个左弯 拨方向灯并摆头查看 左前脚过了车道的中线后 方向盘左转一圈半 弯过来后左前脚过了车道中线了 回半圈 车直回正 这样反复练习 这样接到行驶的feel就会被建立起来哦 耶 车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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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达